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习惯的力量》 副标题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 就像副标题问的那样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下班之后坚持健身,学习 而有的人却只会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为什么你决定减肥了,然后又忍不住买了个冰淇淋 对于很多人来说,改掉一个坏习惯很难 更别提养成一个好习惯了 如何才能掌控习惯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好 是《习惯的力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作者综合了近20年来科学家与商业组织对习惯学的研究 他认为,只要掌握习惯养成的原理步骤 我们就能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让人生焕然一新 本书作者查尔斯·杜西格是纽约时报的一名商业调查记者 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历史系和哈佛商学院 扎实的学术背景和敏锐的调查力 让他能够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分析出生活当中被我们忽视的重要细节 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习惯是怎么运作的 习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如何养成新习惯或者改变旧习惯 我们先来讲习惯是怎么运作的 20世纪90年代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 为了了解习惯的运作机制 用老鼠来做实验 他们在老鼠的大脑里植入了装置 监控老鼠的大脑活动 然后把老鼠放进了梯形迷宫里 在迷宫的另一端放置了巧克力 迷宫的设置是让所有的老鼠先待在隔离板的后面 隔板打开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咔嚓声 一开始老鼠们一般都会在迷宫的中央走廊游荡 闻一闻各个角落挠一挠墙壁 然后他们好像闻到了巧克力的气味 就在迷宫里到处爬 最后所有老鼠都找到了迷宫中的巧克力 监控仪器显示 当老鼠在迷宫当中四处游走的时候 他的大脑工作得非常卖力 一直在处理接收到的新信息 研究人员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 迷宫里同样的路线 每只老鼠都走了成千上百次 在这个过程当中 研究人员发现 老鼠停下来秀各个角落的时间和次数减少了 他们穿越迷宫 找到巧克力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 他们大脑当中的思维活动开始减弱 特别是大脑中与抓脑和文秀相关的脑部活动都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老鼠已经不需要大脑来做决策了 他只需要回忆起找到巧克力的最快路线 不到一周 老鼠大脑中与记忆有关的结构都停止了活动 在迷宫中急速前进转弯 吃巧克力变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几乎不需要去思考 这个过程就是组织化 也就是大脑把一系列行为变成一种自动行为的过程 组织化是习惯形成的基础 我们每天就是靠着大量的组织化行为来生活的 比如说在刷牙之前先挤牙膏 下了地铁头也不抬走向出站的电梯 科学家认为习惯之所以出现 是因为大脑一直在寻找可以省力的方式 这种省力的本能是人类生存的优势 它可以让我们不用再思考基本的行为 比如怎么走路或者吃什么 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脑力来搞发明创造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 老鼠在刚进入迷宫 听到隔板抬起的咔嚓声 和发现巧克力这三个时刻 大脑是最活跃的 这也是大脑决定把控制权让给习惯的时候 隔板没打开的时候 老鼠很难确定自己对这个迷宫是不是熟悉 或者隔板后面会不会藏着一只猫 要处理这种不确定感 大脑一开始就会耗费大量的脑力 一旦听到了熟悉的咔嚓声 老鼠就接触到一个暗示 这个迷宫可能和以前一样是有巧克力的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迷宫出现了巧克力 老鼠的大脑再次活跃 这说明它在做判断 确定事情按照它的预期发展 这个实验揭示了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首先要有一个暗示 它可以是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事件 提示人们去做出某种习惯性的行为 在生物学中 这个暗示有点类似于一个外界或内在的刺激 让神经系统进入某种自动化模式 就像迷宫中的隔板抬起时发出的咔嚓声 这对老鼠来说就是一种暗示 让它的大脑受到刺激 选择在迷宫里找到巧克力的爬行习惯 第二是要有一个惯常行为 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习以为常的行为 我们也可以叫它习惯性行为 它可以是身体思维的行为 也可以是情感方面的 对于老鼠来说就是 当听到咔嚓声后 快速前进 转弯 找到巧克力 就是一个惯常行为 对于人类而言 这个惯常行为可能是抽烟 喝酒 打游戏 也可能是看书 晨跑 第三是得到奖赏 奖赏会让大脑分辨出 是不是应该记下这个回路 以后可能会用上 每次老鼠找到巧克力 得到奖赏之后 它都会感到满足 然后记下这个回路 下次它还能不费力的得到奖赏 就像有的人打游戏 可以排解无聊 有的人喝酒是为了忘记烦恼 暂时的逃避无聊和烦恼 对它们来说都是奖赏 刺激它们记住 从感到无聊到打游戏 喝酒 然后感到满足的整个回路过程 慢慢的 这个由暗示习惯性的行为 奖赏组成的流程反复出现 变得越来越自动 一个习惯就养成了 你比如说 有些习惯赖床的人 会在闹钟响起之后 习惯性关掉 然后又不由自主地继续睡觉 这个例子当中 闹铃声这个听觉刺激作为暗示 神经系统接收到闹铃声 这个信号会自动进行 关掉闹钟再继续睡的行为 然后会获得渴望 舒适 放松的感觉 作为奖赏 了解了习惯的运作机制之后 我们再来分享几个故事 听完之后 你可能会感叹 习惯的影响力原来这么大 先来说一个医学史上著名的案例 尤金宝利的故事 尤金在71岁的时候 不幸得了病毒性脑炎 从此之后 他就丧失了记忆功能 不管医生和护士自我介绍了多少次 他依然记不得他们的名字 等他出院回家 他也记不起自己的老朋友了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 尤金每天早晨都会自己起床 走进厨房做早餐 再回到被窝玩收音机 然后重复 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 而且每次看到研究人员 使用电脑工作时 他都会惊讶地重复同一句话 我当电子工程师的时候 这东西得用好几个六英寸的架子 撑起来呢 通过测试 研究人员发现 尤金的记忆停留在了1960年以前 他完全记不起自己过去30年的生活了 但他在那段时间里 养成的习惯依然保留着 有一次 研究人员让尤金画家中各个房间的示意图 但他根本想不起来 也画不出来 研究人员问他 那你早上起来是怎么找到厕所和厨房的呢 尤金说 他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确实能找到厕所和厨房的准确位置 而且他还可以自己逛街 前进是路边的标志性物品 比如油桶 路牌等都没有发生变化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让尤金在失忆之后 还能靠习惯过着正常的生活 这个例子说明 习惯是不会消失的 他们已经被嵌入了大脑的结构当中 只要有对应的暗示和奖赏 他就会出现 一旦养成了宅在家里不跑步的习惯 或者看到零食都要吃一口的习惯 那这些行为模式就永远留在了大脑里 但习惯的这种属性也有好处 比如说只要学会了骑自行车 就算隔了很多年不骑 你还是会骑车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核心习惯的故事 什么是核心习惯呢 就是那些对其他习惯的形成和改变 有决定性影响的习惯 核心习惯看似微小不起眼 但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 美国旅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旅业公司之一 效益非常好 但从1986年开始 美旅公司多次出现了管理失误 被竞争对手抢走了顾客和利润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美旅公司的新总裁奥尼尔上任了 为了扭转公司的命运 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很小的容易考核的小指标 而且这个指标适合所有人 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 把美旅的工伤率降到零 奥尼尔要求出现工伤事故 必须24小时之内报给他 并同时提出不再发生此类事故的对策 下属做到了就能晋升 做不到就撤职 奥尼尔从上任到退休整整13年 他都在狠抓零工伤率这个小指标 虽然这个指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 利润增长率相比很不起眼 但却有着核心影响力 因为要做到工伤率降为零 出事之后24小时之内上报 高管人员就必须深入一线 简化繁琐的管理结构 好让事故报告尽快地通过各个管理层 上传给奥尼尔 于是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过调整变得扁平化了 高管人员的管理水平也做出了根本改变 接着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 随着工伤率的不断下降 员工满意度和士气不断提升 销售收入和利润也跟着增长了 奥尼尔把零工伤率变成了所有美女人的核心习惯 加速帮助了其他好习惯的养成 使整个美女公司的行为模式焕然一新 再举个例子 过去十年 研究人员调查运动对日常行为的影响 发现 当人们养成运动的习惯时 即使是一周一次的运动 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其他相关的行为模式 运动的人吃饭吃得更香 工作效率更高 相对来说更少抽烟 对家人和朋友更有耐心 而且更少使用信用卡 压力也更小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如何养成新习惯或者改变旧习惯 先来听一个塑造新习惯的故事 19世纪初随着经济的好转 美国的有钱人开始大量购买含糖量高 制作精细的食品 美国的国民口腔健康水平直线下降 甚至在美国政府征兵的时候 有大量患有取齿的新兵 尽管如此 美国人还是不爱刷牙 直到一款名为白素德的牙膏出现 其实在白素德牙膏出现之前 美国已经有不少牙膏产品了 但是都不成功 而在广告人霍普金斯的运作下 短短十年 白素德牙膏不仅让65%的美国人 养成了刷牙的习惯 占据美国最畅销牙膏的宝座 长达三十几年 还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远销国外 霍普金斯认为 要想卖出白素德牙膏 必须要有一个诱因 来让美国人习惯刷牙 他看了很多牙科书籍 当他看到牙军班的时候 想到了一个点子 把牙军班称之为购膜 污垢的购 把牙膏宣传成了美丽的创造者 能够消除牙齿上的购膜 然后通过广告 让购膜成为一种刷牙的暗示 一种养成习惯的诱因 霍普金斯开始设计广告 然后把这个传单贴满在大街小巷 我们来读一读其中的一段广告语 只要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 你就会感觉到一层购膜 它令你的牙齿看起来颜色不佳 引起蛀牙 一般来说 读到这些话 受到诱导的人们都会下意识地 用舌头去舔牙齿 感觉到牙齿上的购膜 按照他的预想 使用白素德牙膏 带来的奖赏更加诱人 我们来听听白素德的 另一个广告文案 注意到了吗 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漂亮的牙齿 千百万人正在使用 牙齿清洁的新方法 哪个女性愿意她的牙齿上 有暗沉的购膜呢 白素德能够赶走购膜 是啊 谁不想变得美丽动人 不想拥有美丽的笑容呢 尤其是拥有这一切 只需要用白素德刷个牙 就可以了 霍普金斯在他的自传当中写道 他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系列 能让消费者养成新习惯的营销规则 那就是 第一 找出一种简单又明显的暗示 比如购膜 第二 清楚地说明有哪些奖赏 比如能够清楚购膜 这两个规则革新了广告业 成为200多年来 营销学教科书的典范 但实际上光有这两条规律 还不够 创造一种习惯 还必须满足第三条规律 那就是创造一种渴求感 白素德的成分里 加入了柠檬酸 薄荷油 以及其他化学物质 厂商的本意 其实是让牙膏味道更加清醒 但却没有想到 收到了预料之外的效果 那就是让使用者的舌头和牙龈 有凉丝丝的刺激感 在白素德牙膏称霸市场之后 竞争公司马上研究它畅销的原因 他们发现 顾客如果不记得用白素德刷牙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牙齿很脏 因为嘴里没有那种凉丝丝的刺激感 他们觉得只要有这种感觉 才能确定自己的口腔是干净的 也就是说 顾客每天都在期待着 渴望着使用白素德牙膏 带来的刺激感 一旦他们将这种感觉等同于干净 那么刷牙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所以今天几乎所有牙膏 都含有这些添加剂 他们唯一的功能 就是让口腔在刷牙之后 有刺激感 让消费者得到一个信号 来提醒自己 我刷了牙 我的口腔是干净的 白素德牙膏的故事说明 是一种渴求的感觉 在驱动着习惯 找到出发渴求的方式 会让创造新习惯变得更容易 总结一下 养成新习惯的秘诀 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暗示 加一个习惯养成的奖赏 同时还要培养对这种奖赏的渴求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养成勤锻炼的习惯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暗示 比如一醒来 看到窗子就去换鞋跑步 然后找一个奖赏 比如完美身材 当你想象走在街上 人们对你的身材投来的羡慕目光时 你就会对好身材产生渴求感 这种感觉会让你每天更想去健身 慢慢的健身就成了你的新习惯 好了 讲完了如何养成新习惯 再来说如何改变旧习惯 虽然习惯一旦形成回路 就会变得非常稳固 但要改变起来 其实也很容易 秘诀就在于黄金法则 就是在相同的暗示和奖励之间 替换掉原来的行为 2006年夏天 一位名叫曼蒂的24岁大学毕业生 因为咬支架的习惯 去看心理医生 他说自己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经常忍不住就要咬支架 而且咬到支架出血才停下来 这个习惯已经影响到了 他的社交和恋爱生活 他曾经试过图禁止食用的支架油 来阻止自己 但是完全没用 所以他希望心理医生能够帮助他 心理医生决定 根据黄金法则 将一种新的行为 植入到曼蒂的生活里 通过分析 心理医生发现 曼蒂之所以爱咬支架 是因为无聊 他想要一种强烈的充实感 咬支架带来的充实感就是奖赏 于是心理医生告诉曼蒂 每当他感到手指不自在的时候 马上找一些 有实质性刺激的事情来做 比如摩擦手掌 在桌子上敲指关节等 后来医生又给他布置了新任务 当指尖不自在的时候 就在指上画一个钩 当成功克制住咬支架的习惯时 就画一个斜杠 一周之后 曼蒂只咬了三次指甲 打了七个钩 他做了一个支架护理来奖励自己 并且坚持打勾 画斜杠的代替行为 一个月之后 他已经不再咬支架了 曼蒂的故事表明 习惯是永远不可能被根除的 要改变习惯 你必须留住旧习惯中的暗示 保持旧习惯中的奖赏 但是要插入一个新的行为 再用戒烟来举个例子 很多人抽烟 并不是因为喜欢尼古丁 而是觉得抽烟能够让他们缓解压力 感觉放松 戒烟要做的 只是把抽一根烟 换成另一种代替行为 让人们能在感到压力的时候 同样感到内心舒缓 这个行为可以是找人倾诉 也可以是运动 只要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获得同样的奖励 就是成功的 而当旧习惯过于顽劣时 还需要另一种支持因素 信仰 就是相信自己能够改掉坏习惯 这个时候团体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改变 但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时 大家就会相互鼓励 树立信仰 这也是为什么微博豆瓣上 会有那么多早起团 或者背单词小组的原因 刚才说的是改变旧习惯的原则 但是具体要怎么操作 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实践指南 第一步是找出习惯性的行为 作者举出了自己的例子 他喜欢在写作时去咖啡厅 买巧克力豆饼干吃 这个坏习惯让他胖了八磅 为了戒掉这个习惯 他在电脑上贴满了提醒纸条 但是没有用 于是他开始分析自己的习惯 首先是确定自己想改变的习惯性行为 那就是每天下午从桌子上起来 走到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 然后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吃 分析到这里 作者还在思考一些更加隐蔽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行为的暗示是什么 是无聊了还是饿了 还是说在投入下一件工作之前 需要休息一下 吃饼干就是一种休息方式吗 那么奖赏是什么呢 是饼干吗 还是换了环境 还是暂时散心 还是说跟朋友聊天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 你需要实施第二步 做一些小实验 为了确定哪些渴求 在驱动习惯 要用不同的奖赏做实验 作者调整了自己的习惯性行为 比如不去咖啡厅 而是去社区散步 比如去咖啡厅买甜甜圈 而不是买巧克力豆饼干 或者是买饼干 但不跟朋友一起聊天 总之就像做科学实验那样 控制一个变量 但其他不变 观察不同的行为 带来的奖赏结果 是否能让自己感觉到满足 作者发现 即使不去咖啡厅 买巧克力豆饼干 只需要跟朋友聊天 也会觉得满足 那么说明他想要的是 临时放松和聊天 一旦找出习惯性行为和奖赏 剩下的就是第三步 找到暗示了 科学实验表明 几乎所有习惯的暗示 都是以下五大类当中的一类 它们分别是地点 时间 情绪状态 其他人 和之前紧挨着的动作 所以当你想要找到 去咖啡厅买巧克力豆饼干 这个习惯的暗示时 你可以在自己有这个想法时 记录下这五个关键信息 你在哪里 当时几点钟 你的情绪怎么样 周围有谁 在想去买饼干之前 你做了什么 通过多次记录 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出现最多的那条信息 就是诱发你 买饼干习惯的暗示 最后一步就是制定计划 比如作者喜欢下午去买饼干 通过以上的步骤 他发现暗示一般出现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于是给自己制定了计划 每天下午三点半到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十分钟 为了确保记得这样做 他在手表上设定了下午三点半的闹钟 刚开始总是忘记 但后来他强迫自己按照计划行事 每次闹钟一响 就马上走到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十分钟 最终这个行为变成了自发行为 即使不代表到了下午三点半 都会站起来找附近的人聊聊天 然后回去工作 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他的新习惯 虽然改变某些习惯很难 有时候改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也会经历反复的实验和失败 不过一旦你弄清楚了习惯的原理 能够分析出暗示习惯性的行为和奖赏时 你就有了超越习惯的力量 好了 习惯的力量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